美国最害怕的是出现了俄罗斯关键时刻放大招。给伊朗吃个定心丸。 作者却兴明,图片来自网络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中东大国伊朗可谓是麻烦缠身。 美国退出伊朗和协议的事几乎已经成为了定局,而由此带来的重启对伊制裁也是避免不了的。 如今,法国特种部队又进入了叙利亚,跟美军合兵一处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 更严重的是,中东军事强国近日又连续对伊朗露出了杀机。 完全可以说,目前的伊朗是危机四夫。 然而,患难之处见真情,俄罗斯方面刚刚对伊朗表示了声援。 5月6日,环球网员引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,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,如果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俄罗斯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将更加顺畅, 因为我们在合作上下没有任何限制,我们将在包括能源、交通、高科技、医药在内的所有领域发展双边关系。 此外,该官员还表示,如果退出伊朗核协议,美国将自食齐果。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,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已经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 此前,特朗普将修改伊朗核协议的最后大限之日定于5月12日。 在此之前,如果伊朗对该协议的修订没有让特朗普满意,美国将毫无疑问选择退出。 然而,如今这个日子已越来越近了,但伊朗方面却丝毫没有露出要服软的迹象。 5月4日,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公开表示,伊朗不会与西方国家就和协议再进行任何协商,也绝不会接受增加新条款。 因此,鉴于目前美伊双方针尖对卖盲的态势,伊朗回到2015年7月之前遭美国及西方共同制裁的状态有很大的必然性。 其实,重启对伊制裁还并不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目的。 因为制裁行动只会在经济方面削弱伊朗,而特朗普更希望看到的是将伊朗的军事势力从叙利亚清除出去。 4月30日,特朗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。 之后,以色列方面便接连做出极有针对性的行动,先是颁出几万页所谓伊朗暗中研制核武的材料,表示伊朗没有遵守和协议,随即又让以总理获得了宣战权,接住又再续以边界加强战备,做出要开打的架势。 再加上4月底中东大湖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的空袭,看起来是打击的胡塞武装,而实际却是对伊朗的震慑。 这显然是一种像装武剑,意在佩弓之意。 因此,特朗普的算盘是,如果重启对伊制裁,那么伊朗将毫不犹豫地研制核武。 由此也必将引起以色列与沙特的紧张情绪。 而如此一来,特朗普便成功地将以色列与沙特两国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了。 于是,特朗普就能利用沙尼两个盟友帮助美国轻松实现其中东战略。 这便是特朗普的终极意图。 当然,特朗普的算盘固然打得惊,但俄罗斯不会做事。 其实在叙利亚多年的战争中,俄一两国就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。 不同的只是伊朗出动的是地面部队,而俄罗斯则是空中支援。 何况,俄一之间本来就是一对亲密盟友关系,或服供单本就是无可厚非的。 美国如果真的退出和协议并重启对一制裁,相信俄罗斯会义无反顾地与伊朗开展经济合作,以此让美国的制裁变得漏洞百出。 甚至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放弃对伊朗制造危机并挑起战端,也相信俄罗斯不会袖手,由此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欢迎军事发烧有投稿,256,970,18,906,atq.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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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